这个单词读一读叫做Cardino 大家看一下这个单词 Cardino叫做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 所以大家注意这个词也是一样 没有比较极和最高极 它本身就翻译成最 听懂了吗孩子们 它本身就翻译成最的意思 我在之前给大家也讲过了一个单词 叫做最重要的 叫做派拉蒙电影公司 至高无上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再来一遍 Paramount 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单词 Mountain吗 最重要的 Cardino叫做主要的 那么我先把它的反应词给大家写一下 叫做次要的 Minor Minor比较好记 为什么叫次要的呢 来自于小 I'm I N O R 对不对 来自于小这个单词 叫做Minor Cardino这个单词我们怎么去记它 那马上解释一下 它是来自于这个词根 Card 它和Cord 这两个是同根的 原音变形了 A和O是一样的 作为词根本身表示Heart Heart 你看Card Heart 也是很像的 你看你看 表示跟心脏心有一些关系 怎么去记它 这个词根怎么去记 咱们学过最简单的单词 你看就是哪个词 Core 就通过它去记 Core Core的吗 这是一样的吗 对不对 就通过它去记就可以了 所以你看这个为什么叫主要的 和最重要的 Card叫心 这第二部分是谁 是不是有个印 在里面 Al形容词后对 三部分出现了 在心里 想想你在你的心里面 肯定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 哪个人呢 就是你的爸妈 或者你的老婆 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爱人 你的丈夫都行 这个叫做在你的心里的人 最重要的 这样去记 拆开去记在心里的 最重要的 首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 下面还有哪些词 第一个叫做Cordial 下一个 Cardiac Cordial 下一个Cardiac 下一个词 Cardiologist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单词 下一个叫做Cord 最后一个叫做Discord 好 咱们来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 Cordial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词叫做Cordial 第二个词叫做Cardial 第三个Cardiologist 下一个词 Cord 和Discord 好 第一个单词 Cordial Cordial这个单词发生什么意思呢 你看还是心 加一个Al 这两个如果第一次位置 特别容易混 就他跟书上这个词 特别容易混 Cardial在里面 这两个你就抓住印 它就能区别开 一个是在里面 在心里面的 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单词呢 叫心 加个Al 叫的 所以这个词叫什么意思 叫热心的 热情的 心的 有心的 热心的 热情的 比如说 Cordial welcome 一个热烈的欢迎 热心的 热情的 都行 热心的 心的 很用心的感觉 下一个叫Cardiac Cardiac呢 还是跟心有关 AC结尾 这个AC跟IC是一样的 都是形容死后缀 都是形容死后缀 那这叫什么呢 叫of heart refer to the heart 叫心脏的 大家可以写个词 写写的旁边 比如说心脏的一个手术 叫Cardiac Surgery Cardiac Surgery 心脏的 或者我们说 你说一个 像心脏病 你可以叫做Cardiac Disease 都可 都可 好 这边这个单词 Ologist 我现在对这个后半 并不陌生 是不是要研究 什么什么的人 你看咱们学过 什么什么学家 不都是这个词吗 研究心脏的学家 叫做心脏病专家 心脏病学家 心脏 这样的一个专科医师 这个叫做Cardiologist 好 最后两次 最后两次是两个重点 两个名词 看一下 一个是心在一起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Concord 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 叫什么呢 叫做 叫做这个 和谐 Harmony 和谐一致 我们心都在一块 和谐一致 第二个呢 Discord 那这叫什么 心不在一起呢 不和谐 不一致 就这个意思 心在一起 和谐一致 Discord 不一致 不和谐 Concord Discord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 这组词的两个重点 还有就是这形容词 Cord 热心热情的 Cord 一定要记住 跟心有关 热心热情 在心里的是最重要的 好 那么这个词就结束了 分片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 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残杀 或叫大屠杀 大屠杀的意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有指战场上的这种 你看看屠杀杀戮 那么后缀是谁呢 大家看看 看了这么多词 后缀还应该有点敏感吧 就是AGE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AGE 那么这个词的词根 是它的前半部分 词根前半部分是谁呢 C-A-R-N Corn呢 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在这个拉丁词根当中 它本身表示flash flash表示什么 叫做肉 这个不是一闪 可不是那个 也不是新鲜的 一定要看清楚 flash叫做肉的意思 肉 我在之前给大家 渗透过一个单词 哪个词呢 就是这个词叫carnivore 食肉动 war的吃吗 还记得吗 离婚那个后半词 devor war分开吃吗 吃肉 食肉动物 食草动物怎么说 herby war 食草动物 还有个叫什么 我们说叫做 omnivore 这三个词 大家看还没有印象 第一个叫食肉动物 carnivore 吃草 omni呢 作为前置来讲 表示全部 所以全都吃 叫做杂食动物 你看 食肉动物 食草动物 杂食动物 咱们先给大家说过 carn是跟肉有关 所以这个词呢 为什么叫做大屠杀呢 就是全是变成人肉的一个结构 AGE如果作为后置来讲 注意 往往表示一个动作的结果 往往表示一个动作 就是变成人肉的结果 最后 没有灵魂了 只是腐肉在那里 叫做大屠杀 我们来看这个词根底下 有哪些排成词 第一个词叫做carnal 第二个单词 叫做carches 下一个 reincarnate 动词 动词 名词 形容词 我们来看一看 这几个词 来看看这几个词 第一个词叫做carnal 看下这个词carnal carnal表什么意思呢 你看就是这个词根加后缀了 肉加个al形容词后缀 这叫derm 肉体的 肉欲的 肉体的 肉欲的 就是我们说一较类似于sexual的感觉 肉欲性欲的这种感觉 肉体的 肉欲的 我们说肉体上的快乐 肉体上的快感 你可以叫做carnal pleasure carnal pleasure 你背词单词 背词背词 特别困的时候 脱了袜子挠挠脚 carnal pleasure 肉体上的快感 你看看叫做肉体的 它的反义词叫做精神的 就是spiritual spirit那个词 后面加一个u-a-l spiritual 下一个词叫做carches 大家看这个词 carches这个单词呢 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 叫做 尸体 动物的尸体 注意这个词一边都是 牲口牲畜 动物的尸体 叫做carches carches 但这个词大家抓住谁去记 他把那个n 这个辅音字幕给去掉了 他抓住这个s s那个词大家也想学过嘛 叫做屁股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意思 表示驴的意思 驴 所以你就通过驴 因为驴不是牲口嘛 驴的肉 驴肉叫做 牲口的尸体 动物的尸体 叫carches 这个词呢 不太好背了 要抓住驴去记 就会好好一点点 如果你认识驴这个词 叫carches 叫做牲口的尸体 处体 或者叫做 动物的尸体 最后一个单词叫reincarnate 这个就比较好记 你要认识这词根的话 这词非常好记 你看这叫肉 怎么肉呢 再一次 注入肉体之中 叫做是转世 是化身 又重新有了肉身了 转世了 叫做reincarnate 是转世是化身 叫做reincarnate reincarnate 所以这个肉下面 也够这样几个词 第一个叫carnage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carnal 第三个叫carches 最后一个叫reincarnate 再一次注入肉体 转世化成carches 抓住驴去记 每个词去记 你看我现在给大家讲单词的时候 每一个单词都有它自己的特点 你只要找出个特点 这个词的印象就比较突出 你这词没特点 那肯定是不好记 这就是叫驴 驴是想象牲口的尸体 肉得肉体得 变成人肉的有叫做屠杀 好了 那这里面我给大家做几个补充 比较大屠杀的词 做一些补充跟杀有关的 我在很早以前给大家讲了 这样的一个词 叫杀死 死泪得泪 还有这个词吗 死了就躺下 那接下来又讲了哪个词呢 叫slaughter 下面叫做massacre 下一个词 叫做assassinate 这几个词都是跟杀死 有一些关系 assassinate 下边execute 下边linch 最后一个叫做holocaust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几个单词 有这样几个单词 linch 上这边execute assassinate massacre slaughter slay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词 这些词呢 基本都是跟杀死有关 大家可以看 把你不会的记忆记忆 就可以了 一个slay咱们讲 这等于queue是一样 第二个slaughter 当时也说的 我说过 slay是来slaughter的前半部分 slaughter这个单词呢 说一下 它表示的意思叫做 第一个就表示屠杀 后边如果的宾语是人的话 那就是屠杀 那么如果它的宾语是 牲口的话 那就表示叫做屠宰 这个意思呢 屠宰这个意思 是与其他词不能替换的 屠宰生和屠宰家禽 slaughter的poultry poultry家禽 这个词 slaughter something 这要知道 这个词怎么去记呢 你还是通过laughter 就可以通过它去记 后面有个笑声 和laughter 这个大家肯定认识笑吗 笑声 前面加个s 你可以想想笑死了 这样想一想 杀死笑死了 叫屠宰屠杀 下面这个massacre呢 massacre这个单词呢 当年的一些历史事件当中 会引用过这个单词 某些国家的一些 这个杀戮行为屠杀 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个叫做massacre 这个为什么叫大屠杀 它名词动词都行 它来自于mass massacre抓住 就是大量这个词 massive 把massive写在旁边 massacre大量 你看看 acre叫什么呢 学术学的同学 看有没有印象 叫做英亩 英亩 大量的死在一亩亩地里 你看是死在一个 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 这个叫做massacre 叫做massacre 叫做这个大屠杀 大屠杀用的这个 用的是最多的 大量的死在一亩地 抓住mass就比较好记 下一个叫做assassinate assassinate叫什么 叫刺杀暗杀 这为什么要刺杀暗杀 刚才刚讲过 S跟什么关注 叫屁股 你看两个屁股落在一起 在背后给两刀 屁股后面给两刀 就是这样的两个动作 在屁股后面 两个屁股放在一块 这个叫做刺杀 那如果把ate挡住的话 那么叫做assassin assassin表什么 就是刺客 名词的话就是刺客的意思 叫做assassin 好 下一个单词叫execute execute这个词相当于 比较基础一些了 那么execute叫什么 叫处死 处死的意思 姜某人处死 因为什么什么 把某人处死 execu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execut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这个怎么去记呢 通过一个联想 就是cut cut是不是要砍呢 切嘛 怎么处死呢 向外 就是你看咱们电影当中 或电视剧当镜头 说来把他给我拖出去 砍了 向外拖出去 砍了 execute execute 两个屁股 在屁股后面给两刀 就暗杀 大量的死在阴谱地叫做大屠杀 下面就笑死了 是宰猪宰羊屠宰 那么这里面这两个词 那么这个词呢 如果要是想考这个 JRE或SAT的东西 还可以背一背这两个词 这两个词在托付里面 有是比较难的两个词了 Linch第一个叫做 你看这个通过谐音去想象 凌迟嘛 能听懂吗 Linch 以前能想到的午饭 我说是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 吃午饭吃死的 撑死的 没关系 Linch 凌迟 这个叫做处以私刑 这个词里面想象这个意思 你看在深宫之中 咱们可能看过好多 这个武装剧 像甄嬛 什么金之玉孽 还有什么宫心计 这叫处以私刑 当年在紫禁城里面 这个叫Linch 最后一个叫做 叫做Holocaust Holocaust这个词呢 也叫大屠杀 这是SAT里的一个词汇了 Holocaust Holocaust这个词 为什么叫大屠杀呢 这是一个名词 大家注意啊 Hole呢 它本身表什么呢 这里面注意 它来自于这个 神圣这个词 不是对不起 叫完全这个词 来自于这个Hole 整个完全的 Cost这个词根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什么呢 叫做烧的意思 Burn 我接大家怎么去记呢 Cost就想想烤死它 烧死它 烤死它 你可以这样去想一想 Cost 所以这个词的一个造词 强调就是全都给烧死了 Holocaust Holocaust 也叫做大屠杀 Holocaust 最后两个词比较难 一个叫Linch 林池想一想 这样去记 叫除以私刑 Holocaust 就通过谐音句想一想 Linch 除以私刑 下面这单词呢 叫做什么呢 叫做Holocaust 大屠杀 大屠杀 那么一共这个杀 大概有这样的一些 比较长期 还有些自杀 大家都会了吧 自杀叫什么来的 Suicide 对不对 Suicide 好了 不讲了 看下面 下一页 下一个单词 读一读 叫做Cataclysm Cataclysm 叫做灾难 大洪水 地震 都可以 表示自然界这种大灾难 大家如果看过2012的话 看过后天的话 大家应该知道 这种感觉的 这个级别的灾难 就不能说 水洒了 撒一身 这个灾难 这可不是 用不着这大词 那么其实在说到 灾难 大家可能以前 应该学过 那么一两个词 比如说 大家可能印象最深的 应该是这个词 叫做disaster 因为这个灾难 是最简单的一个灾难了 这基本就类似于 四级四绘了 基本就是这样一个级别的 叫disaster 那么Cataclysm 这个单词呢 你看我们灾难 在北美考证 托付当中 有这样四个 大家把它记住 还有一个叫什么呢 叫做catastrophe Catastrophe 还有一个叫做calamity 全是名词 灾难一共有这么四个灾难 第一个叫做disaster 第二个叫做catastrophe 第三个叫做calamity 好了 那么这边分别解释解释 我先解释来最后一个词 最后一个词看怎么去记它 都是灾难的意思 Calamity这个词就发现 灾难一般都像这种持久性的 好几年缓过来 这种灾难 怎么去记它呢 通过一个拆分 看一看 通过一个拆分 前后你看造成了一个单词 city 大家学个吧 是个城市啊 先记它 有个灾难怎么写 就是城市中间多了一个什么 你连起来念一下 你看alarm 是哪个词 是不是警报这个词 就是城市中间拉响警报 city alarm 这个词这样拆分就像 现在闭上你一想一想 闭上你看能不能把这词写出来 city alarm C加一个alarm A-L-A-M 把那R去掉 加一个ity 灾难 好了 那么咱们解释这两个单词 一个叫做cataclysm 还有叫做catastrophe 这两个字放到一块去背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他们有相同的前缀 你发现了吧 看到了吗 cata作为前缀来讲呢 它有两层含义 cata作为前缀有两层含义 第一个意思就表示向下 down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 叫做fully 叫做完全的 第一个意思是向下 down 第二个意思是fully 叫完全的 那么我说一下 那你怎么去记它 为什么 你看一看 咱们在很早以前 如果你有一点词乎基础的话 大家应该学过这样的一个单词 那个单词叫什么呢 叫做目录 那个词叫做目录的意思 目录怎么说 叫做catalog 大家学过这个词吧 对不对 产品目录catalog 那个里面这个log叫做说嘛 所以你看这里面 其实它取的是第二个意思 就是说得很详细 说得完全吗 catalog 就这样的一个词 catalog 跟完全有关 第二个意思是向下 那我们先来看这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这里为什么要灾难呢 cata 先读一读 cataclysm 这词一定要记住 list 这个例子是谁的呢 它是这个词的一个后半部分的一个简写 release 要去大家把release写的旁边 你看这个y和谁一样 ea是一样的 y和ea是一样 叫做完全释放能量 是这里记住我的一个解决 就是完全 当地球完全释放能量的时候 这个灾难就来了 地球一旦释放能量 地震了就来了 叫cataclysm lease 注意把release写旁边 画一个横线 完全释放能量 叫大自然大洪水 这个catastrophe这个词呢 它跟它是一家的 这里面出现哪个词格呢 出现了这样一个词格呢 就是这个aster aster作为词格内容 它本身表示star 是跟星星有关 你看怎么写的 ster就是ster 这是原因变形 astro 咱们学会天文学怎么说 astronomy 就来自这个词格 所以这是没有星星 你看没有一个星星 第一次a star 没有一个星都没有 所以说灾难降临 你看咱们晚上的时候 如果像第二天说 去海边看日出 你看前一天晚上 晚上夜空当中 一个星都没有 第二天就是阴天 天不好 不用看了 这灾难要来临 这个词呢 这个星星跑在哪 跑这儿来了 看 astro 就在这儿呢 看出来了吗 astro 是跟星星有关 所以前面这个是 原因相同 所以吞掉了一个a 所以也是星星坠落 记住我的一个解释 catas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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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astrophe 是这样与其中间 catastro 这个catastro 这个词合在一起了 它的中间第二天 也叫做灾难 灾难我们生活当中 如果你要看爆了 最爱考的是它 一个是口语听力当中 比较爱说的 一个catastrophe 还有一个disaster 这两个最多的 阅读当中 大家可以记得 这个完全释放能量 cata release cataclysm 还有叫做 城市中间 city alarm calamity 这必须要读一读 这你要不读 放到卷子上就不认识了 放到计算机上就不认识了 所以要读一读 calamity city alarm 这样也叫灾难的意思 灾难 好了 那么这几个灾难 到这里就不说了 全说完了 这几个灾难 好 继续往下来看 让我们看下一个词 下一个单词呢 读一读 叫做censorious 大家可以读下这个单词 censorious censorious这个词叫什么呢 叫受批判的 或者叫做挑剔的 受批判的 刚才刚讲一个挑剔的 还记得吗 刚才讲了好几个挑剔的 哪一个比如说 挑毛病的 爱抓的吧 叫做captious 还有说摘戒期间 爱挑剔的吧 难以取悦的吧 fast 还记得吗摘戒这个词 打破摘戒 早餐那个fastidious fastidious 读一读 第三个说过于精细的人 对于ck很精细的人 也是爱挑剔的 叫做finicky f-i-n-i-c-k-y 对不对 finicky sensorious 合到这个词上来看一看 你看这个词 它是来自于谁呢 来自它的前半节 这个词叫做sensor sensor呢 如果你曾经有一点阅读量的话 当年这个谷歌当时要说 要推出中国的时候 他会写了一个词 报纸上写到一个词 叫censorship 由于什么不过关 叫审查制度 叫censorship censor这个单词呢 注意 它表示什么意思呢 叫审查 名词叫做审查员 有好多词汇书上呢 把它翻译成叫检查 但注意 你要看词汇书的时候 有一些词书把它写成检查 写成检查的时候 千万不要觉得 它可表示 比如说来先生小姐 把这个包打开一下 我检查一下 它可不是这个词 它只表示文艺产品的审查 上市上映之前 互联网的一个审查制度 censorship 所以这要知道 名词叫审查员 用or嘛 人嘛 这词就来自于感觉这个词 就是sense这个词 sense这个词 那看下面有这样几个 放到一块 sensor censure 还有census 最后一个就是consensus 有这样几个行律词 大家放到一块 放到一块来看一下 名词名词名词动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个词 第一个叫censor 第二个censure 第三个census 第四个叫consensus consensus 好了 那sensor这个词 要明白的话 叫审查员的话 审查的话 那你看审查不就是什么 就是挑剔嘛 不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挑剔的 好 下一个sensure sensure这个单词表什么呢 跟它是接名相连的 这审查员干嘛 这不就挑毛病 这个动作嘛 这儿不行 这儿不行 这电影里面有 有不好的 这样的话语 这本书记当中 有一些 这个不文明的语言 这个动作叫什么 这个叫做 谴责批评的意思 就是批判 谴责批评的意思 叫sensure 这两个字放到一块 大家看一下 一个or结尾的表示人 这个后续 稍微换一下 变成sure 这个词叫做批评 所以记住审查员 强烈谴责 就to criticize severely to criticize to or to blame to scold 这种感觉 表示的意思叫做批评 批判 审查员谴责 审查员谴责 sensure 名词动词两字形 下一个叫sensus sensus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the official official counting of population the official counting of population 叫做人口普查 普查 人口普查 这个你可以通过一个 联想去记了 感觉 后面加个我们 感觉我们的数量 感觉我们的人口 现在可能是14亿 是吧 这个叫做sensus 人口普查 最后一个词呢 也是非常非常好记 最后一个词 是最好记的一个词 你看叫做 共同一起 中间是感觉 这主题是s了 不是c了 大家共同的感觉 us名词后缀 我们感觉全一样 叫做共识一致 agreement 就是同意 共识 共识一致 叫做共识一致 达成了一个共识 一致在某个问题上 叫做consensus 好把这几个词放到一块 穿起来背一背 人结尾 这叫什么什么名字 审查员 强烈谴责 动词 审查员的动作是谴责 sensure 确定 sure结尾 审查员强烈谴责 人口普查上的一致 你可以把它穿成一句话 审查员强烈谴责 人口普查上的一致 共识 叫做consensus 好了 那么这个词到这里就不说了 叫sensorius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说批判挑剔的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一个单词 下一个词叫做session 大家看一下这个词 session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转让割让的意思 地的这个领土的割让 说这个地给你了 这地给你了 放这倒去分去吧 反正倒比较多 这个叫做session 后来表示这个东西的 债权的转让 东西的转让 都可以用它来做 那么它是来自于谁呢 说一下它 sess这个词根 sess它和seed 它俩是同根的 sess和seed 它俩是同根的 像ced seed和cs 因为这里面就是 第一天讲的还记得吗 s跟d是一样的 对不对 std这三个字母是一样的 它作为词根来讲 表示的意思叫做 to go 也是跟走有一些关系 跟走有一些关系 大家看一下 那么哪个词能佐证它呢 跟走有关呢 你看咱们学过最简单的 一个词就是接近 入口接近这个词 exide 你看加强走过去 是这个动作 你看加强走过去 就是接近 access to 对不对 那么进入这个词 还有哪个单词呢 你看我说成功 这个词怎么说 succeed 学过 这个词除了成功以外 还有什么意思 叫继承的意思 你看继承走在哪 继承走在这个下面 你看最开始 这个人没走完的路 他继续走 走在他的下面 继任继承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说 这叫做successor 表示就是继任者 这个主席接着 下一任主席 下一任主席 下一任总理 下一任总理 这个叫做succeeded somebody as 继任某人 作为谁是谁 succeeded as somebody as 叫继任继承 走在下面 su双写 这里面以前我们有说过 说一下 su加符音说 你看succ suff surr 只要出现su双写 这个su双写部分 它都来自于sub的变体 它都是来自于sub的一个变形 sub的变形 好 下面咱们回到这个词 词根上 我给大家做一些展开 看一看 有哪些词 第一个叫seed 就是词根 第二个 recede 下一个叫做concede 下一个叫做oxide 下一个叫做precede 下一个叫做intercede 下一个cc 下一个叫做anticide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seed结尾的词 全都是动词 它全都是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的名词就变成session结尾了 session结尾 比如说它的名词就是recession 它名词concession 我就不一个人写了 咱们来看第一个词叫seed seed呢就是这个词根出现了 就是走 走了 它的动词 隔让 转让 这个地方被割让了 走了 这个地方也走了 这个地方也走 全割没了 走了 所以它是来自于走这个词 session session 走了叫割让的意思 recede 这些词concede 都能从前缀去取悦了 re作为前缀 表示方向是哪 向后 往后走 这样一个动作 看 后退倒退 recede 后退倒退 re画一个横线 表示back 咱们已经讲过了 re这个前缀 下一个同样还是动词 concede 这能走 就是走到一起 最终走到一起 叫做妥协让步 原来我们俩还有分歧 它现在最终走到一起 记住一个解释 搭成妥协 叫concede 妥协 它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表什么意思呢 叫做承认的意思 当于admit 咱们之前讲了哪个词 承认 就公开宣布承认了 avow 还有印象吗 还有个叫avere AVER和AVOW 如果忘记再写 旁边再写一遍 avere avere 公开声明 公开承认 concede也是 承认我们是走到一起了 你看明星谈恋爱 最后都是确实承认 我们俩走到一块了 叫concede 承认走到一起 还有第一个意思 表什么呢 叫做走到一起 达成妥协 下一个oxide oxide是一个加强 也是加强走 你看那个access 叫进入吗 不是这个单词吗 你看是不是叫进入 或者叫接近 这次跟它意思一样 但它是动词 叫做加入 加入某个团体组织 加入 叫oxide 加入的意思 还可以表什么 第二个意思表是同意的意思 俩意思 你看比如说 我加入蓝营 那就同意它的观点 同意 加入绿营 同意它的观点 加入或同意 两个意思 第一天讲的那几个同意 还记得吗 感觉一样 consent 还有加强感觉 assent 不一样的感觉 不同意怎么说 descent 还记得吗 assent consent descent oxide 也是一样 to oxide to do something 同意做某事 注意 好 下一个词叫precede 这怎么走啊 pre前缀是哪 前面吧 什么走前面来了 叫做先于谁是谁 在这里之前 先于什么什么 比如说 在这个公司 我比你先来的 你也听我的 I preceded you I preceded you in a company 对不对 我在你前面 先于你的 这个叫做走在前面 但这个词稍微变化一下 你看 加了一个nt 读一读precedent 加了nt变成名词的 叫先例 这是一个先例 之前没有过 先例叫precedent 那么再变化一下 叫做unprecedented 前面加了一个un是否定 后面加了一个ed 变成了形容词了 叫做史无前例的 中间先例嘛 史无前例 叫做unprecedented 这是一个中点 史无前例的 下一个词还是动词 intercede inter作为前缀表什么的 大家看看 有没有见过这个前缀 inter作为前缀来讲 表示的是between 叫之间 咱们说国家和国家之间的 国际的 international 之间的 国家之间的 国际的 这个叫走在中间 在中间走动走动 咱们在生活当中 大家想在宿舍当中 如果两人打起来了 你看看咱们怎么样 在中间给走动走动 你看这叫什么呢 叫做调停 叫做调停调节的意思 intercede 在中间走动 调停调节 好下一个是叫做cced se作为前缀来讲 se作为前缀来讲 就一个意思 它就一个就是apart 离开分开的意思 咱们学个最简单的词 就是separate 对不对 就是separate 叫分开 是叫走开 记住这个解释 你看走离开了 叫做脱离退出 脱离退出 咱们说退出某个国家的国籍 退出某个团体组织 cced from cced 记住走开 不在这干了 走了 这叫cced 最后一个词叫做anteced ante 大家注意这个词 antecede 这个ante呢 注意词ante非bante 咱们之间是不是讲了 这样一个ante anti表什么意思 是个表示的意思 叫做这个相反 对不对 但注意这是ante ante跟它不一样 ante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的意思叫做之前 before 它和谁是一组反应前 是它和post 我们在很早以前学过 叫做什么呢 叫做 那个am和pm 咱们学过吧 你看一个之前 一个之后 上午下午 am anti meridian post meridian 用的是这两个 这两个前 最糟的 所以这要知道 anteante表前面 之前的意思 所以这也是走在前面 叫做先行超越 超越某人 走你前面 咱们看看那个 龟途赛跑 那个小故事 说那个乌龟 爬爬爬爬 走到它前面去了 先行超越的意思 先行超越 好了 那么这个seed 下面一共就是这些词 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名词 我就不一一写了 sess大家知道 还是就行了 所以咱们从这几个词 跟着过一遍 抓住前缀曲奇 第一个seed seed 四根走掉 隔让 走了 隔走 隔走 这样的讲 session是它的名词 reced 往后走 现在这个动作 后退倒退 我承认我们走到一起 承认走到一起 承认走到一起 是承认 它表什么叫做 让步妥协 下一个词呢 加强走过去 跟它造词是一样 你看跟这个入口 接近是一样的 这入口嘛 这是加入嘛 也是入的感觉 走过去 加入你们 加入会叫同意 下一个走在前面 先于谁谁谁 是无前例的 un precedented 是无前例的 下一个单词 叫做什么呢 叫做 这个intercede 在中间走动 这个叫什么 叫做调停 调停 调解 走开 脱离退出 ante走到前面 叫做超越 超越先行 好了 那么这次到这里 不说了 结束 好 让我们继续看下边